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时势 做老师就是动舍得救 学生出了什么问题 全部都是因为老师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讨论一个议题 政府也提交了文件 教育局已经向中小学提出一系列 要培育学生价值观和态度 的一些课程或者要求 包括要坚毅 尊重他人 责任感 国民身份认同 承担 诚信 关爱 要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学生的需要 要加入这个手法和同理心 也能依据他的办学理念 校程和学生的需要 选择其他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作为推动这个价值观教育的方向 促进这个学生的全人教育 我想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 今年当今的时势 加了很多国民身份认同 承担 这个教育事务委员会里面的立法会 也是建制的 在这里借题发挥 很趣致的 我们当奇闻共赏 其中就是 这个梁美芬 她作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推行了通识科 13年之后 年轻人的价值观就被扭曲 她说当年的学生 现在成为了老师 于是就影响了学生 她就举个例子 她说你看一下 很多名校的学生 穿着校服 在地铁 粗口难舌 她说见到那个女生十多岁 一上地铁就在这里说粗口 完全不觉得羞耻的 你是出了什么老师 才会有这样的学生 梁美芬就说 她说我们现在在说 要在这个道德价值观 你如何去确保 那些老师 起码因为工作 不敢出格 如果那些学生出来 全部都是说粗口 那你是不是要 懲罚那间学校呢 我听完这个言论呢 我除了笑出来之外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用第二种态度去表示 学生说粗口 就要懲罪家学校 那需要不需要懲罪老师呢 教育局的回应是什么呢 教育局的回应就是 副局长来的回应 当局应就教师晋升 蔡若连 副局长应该是吧 晋升培训加强 价值观的教育的内容 强调老师要以身作识 任何失德行为 局方都会严肃跟进 这个教育局的副局长 也都无厉害 投得交关 因为 现在说不是老师 有什么失德行为 现在说学生说粗口 要懲罚教育 不是说老师失德 老师没有失德行为 你没动就说老师失德行为 副局长 是不是 我现在先评论一下梁美芬 我除了笑出来之外 好了 接着 文建年的葛佩凡 他说 学生近年七德育真的出了问题 参与暴动 守法意识薄弱 提议教育局是强制初中生 必须加入最少一个制服团体 培养守法意识 最少一个制服团体 不如共青团 不如共青团有没有制服 红领巾 红领巾 不是红领巾 好像是少先队 就是幼稚园 小学那些 昨年就说 学校会因应情况 安排学生参加制服团队 但每个学校的条件 环境理念都不同 他认同参加制服团队 是值得参加的方法 制服团队 就是去制服学生 马逢角 演艺文化出版界 真是呕血 呕血 呕血 他说 不满意年轻人不够关爱 公共交通工具 对老人家关爱方面 深圳做得比较好 他不满意教育局的文件 看不到什么 评估价值观的教育成效 昨年就说 教育局对老师有专业要求 除了专业操手之外 对自己一言一行 特别谨慎 社会对老师有一个很高的期望 我想老师都会知道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现在在说学生 不是在说老师 好了 新闻党的容海恩 他说 理大学生虐待蝸牛的事件 你拿一只 你把盐弄死一只蝸牛 慢性地弄死了它 这个是否弱速 对生命教育我们怎样看呢 他说教育局没有大力推行 这堆说家庭教育 令到学生不懂得专丝种度 和珍惜花草 蔡若年就说 那些学校已经推动家长教育 通过亲子活动 改变家庭 希望借此 同学牵移感情 尤其是对爱 以生命影响生命 我想蔡若年 都不是很顶得顺 这班建制的立法会议员说的 我想重点就是说一说 梁美芬 郭佩帆 和马逢国 确实实 我也有这个感觉 我又不是怎样说粗口 除了很生气之外 才会说 确实实 现在无论是中学生 小学生可能都会有 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很粗口 很粗口 粗口很难舌 粗口已经成为了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有时都令人睁目 在学校里面又听到 在学校里面又听到 在乘搭车又听到 穿着校服都会这样做 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理想 我自己看 觉得这样的一定是 男男女女都说的 但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正如好像说 以前说的青少年 谈恋爱是中学生 应不应该谈恋爱是我们的年代 辩论比赛的题目 现在的菜类都傻了 什么谈恋爱 怎么知道 比谈恋爱更多的东西更多 要去分析 为什么这个中学生 或者大学生 会说粗口 是不是纯粹就是 他们不知道羞恥 公开场合说粗口 学校有问题 我们要佛家学校 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你的逻辑 这么奇怪 为什么会这么快跳到结论里面 因为老师 他的结论就是 他的演绎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老师 13年前开始读通识 通识 都是通识的 于是 通识坏了脑 现在做老师 因为你一个坏的老师 教学生坏了脑 于是 老师读完通识 就是学生的时候读通识 现在做老师 教坏了学生 于是学生讲粗口 于是要惩罚教学校 要惩罚老师 逻辑就是这样 听完之后 除了笑之外 你没有办法 用任何的 形容词去形容 这位大学教授所说的 我认为学生 有很多原因 因为我们当时 觉得 我们有没有讲粗口 我们读中学的时候 当然有 我们很多同学都很 充口难舌 但他们很收敛 他们很少在公公开场上说 有时说同音字 二音字 即是类似的字 今天 大家说 有没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我想知道 如果你要分析 一定有 是否 壞了老的老师 教了学生 壞老 所以要说粗口 所以要惩罚老师 社会环境 那么多年 为什么要说粗口 我想知道 大家都会有说粗口的经验 为什么要说粗口 因为生气 因为愤怒 因为想 特别突出 某些情绪 因为社会出了问题 我都说了很多粗口 我不说的 看到这样的环境 为什么不说 说了之后 心理会平衡 你平衡不了 他人 谷到爆 会瘋 会谷坏 要说 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的 为什么不说 我不是在YouTube里说 有时私底下没有人 我会大声说粗口 不要影响其他人 我会这样 当然这是我成长受教育的过程 给我的一个norm 但是今天 粗口已成为日常原因一部分 亦成为发泄日常情绪 愤怒的情绪一部分 你自己可以说 是否应该 修炼下 你同学之间说OK 你公开床 不应该说 你可以这样告诉他 你不可以跳到学生 那里 不是跳到老师那里 就是老师教坏了他们 即是拖势不出都要赖老师 我今天便秘 因为老师教坏了我 是否应该这样 如果这样 哪有人去做老师 全部都是跟老师有关 是吧 即是不移民都转行 还做来做什么 大哥 刚才 好了 制服团队 制服团队 即是我不知道 制服团队就是用来制服学生 目的 即是加强他们的独特培训 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目的就是什么呢 制服团队就是令到他们 洗脑 思想改变 是吧 因为他参与这个暴动 手法 意识薄弱 因为没有参加这个制服团队 除了他做这个少年警讯之外 其他制服团队 是否制服完他之后 令到他对社会 是没有任何不满的呢 我想知道 今天这个社会 不要说中学生 你看看那些阿伯 阿婆 说粗口 拿消费券拿不到 是不是 夜去此葬中心排队 几百人 骂骂声 骂到政府狗血淋头 其实他们手法意识薄弱 有些人一样不肯排队 那需要他们参加制服团队 他们为何生气 为何愤怒 又是社会的问题 做件事这么脱漏 他折腾这些 八十多岁 由新界出来 出几次都搞不定 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你说那二千元五千元 不是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为何生气 因为政策出了问题 政府做事有事 有问题 制服团队可以解决他们 制服团队是否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青少年年轻人 对社会不满 老人家对社会不满 中年人对社会不满 问题的源头在社会 是社会的错 不满 他们不满 于是要制服他们 要给制服来制服他们 就以为问题可以解决 这些是建制派的思维 我觉得很过瘾的 纯粹现在立法会里面 全部都是建制派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是 事无忌惮 因为没有人看着 没有人看着 没有人嘲笑他们 他就乱参与 但是那些 会议是直播的 全部是公开的 媒体会看到的 不是经常闹笑话 马逢角 年轻人关爱不够 不肯让助 马逢角是老人家 应该比我老 可能他在深圳 会有人让助给他 觉得很感动 在香港就没有人让助给他 这个是年轻人问题 是不是只是年轻人问题 年轻人一定有责任要让助 我那些是阿伯 我是阿伯 我都让助给人 譬如有些残疾的 譬如有些动脂拐掌 或者年纪比我大 我会让助 但是很多中年人 都一样是不让助的 我这些叫初老 叫young old 我都会让助 问题就不是 特别是在年轻人那里 麻烦大家不要借题发挥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 已经是无可救药的 找了深圳的年轻人 来香港 反正都要缓血 是否应该这样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第一 什么都要赖老师 香港的问题是 原始是老师需要整治 第二 年轻人不能够了 又不让助 又说粗口 又守法意识薄弱 死得了 还有你弱速 用盐去弄死那些蝸牛 弱速只有年轻人 只有学生吗 我真的挺你 听完之后 真是火都来 不好意思 有很多 虐待动物 都是中年人来的 只是学生 为什么不说那些 用盐弄死那只蝸牛 用勾去刀 勾盲 猫的眼 刀死那只猫 打死那只狗 用毒利去毒死那只狗 那些 很多都是中年人来的 是废老 现在很多人这样说 为什么 这是什么问题 学校教育不行 我觉得这群建制派议员 忠诚的废物 他把矛头指向年轻人 指向老师 为什么 因为这群人是最弱势 到今天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 吃子文化 大家都有年轻人 作为子女 不要这样 只会令到年轻人 更加憎恨这群建制派的人 今天的年轻人 其实 在社会里面 被打压得很厉害 他觉得没有出路 不要说他参加什么 所谓非法的活动 什么暴动 不要说这些 他连说句话也不敢 连大声小小批评 都怕着有后果 他们怎么会有希望 他们怎么会不说粗口 这就是当今香港的年轻人 还要被这些建制派针对 所以没有困境 他们根本没有出路 现在是压抑住来 为什么还要针对他们 最容易 最就手 因为现在社会 在建制派的主流里面 觉得 这班青少年人 是没得救的 这班年轻人 是没得救的 所以人人得而踏之 要教育来动 要用制服团体来制服他 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不过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是结论来的 暂时到这里 支持我批评 支持我心情有法的长路 多谢你收看 再见 早前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这个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隐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一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 这个Netflix 的话呢 有些片呢 即是是美国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过这个NOT VPN 登入了美国的网址的话呢 就有机会看到 在美国播出的一些 电影或者电视剧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网上 在网上买一些货品 又或者是订机票 酒店那样 有些公司的规定 如果你在当地订的话呢 你有机会拿到 比较大的折扣 透过NOT VPN 登入了当地的IP address 你有机会 是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或者订到比较便宜的酒店 不过每个公司的政策 都不同的 你可以试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现在订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个 比较大的折扣优惠 透过这个网址 还有用优惠码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个两年的计划 平均一个月是三个七毫一美金 还加送一个月免费 一家大小 六个设备 可以一起上网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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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